你看张大姐快人快语是个爽快人 于大哥呢少言寡语还挺靠谱 其实啊这俩人是属于互补型的 我觉得呀在找另一半的时候 如果俩人在个性上相似 需求上能互补 也许就是最好的婚姻 但是呢于大哥因为演员和两弟的问题 最终呢也没能和张大姐走到一起 那针对于大哥的想法呀 我们的红娘决定在严辑本地 在给于大哥介绍一位高大姐 这高大姐的性格呀 和刚才那张大姐正好相反 属于那种特别温柔的女人 不知道这回于大哥的感觉怎么样 高吉华59岁林业局退休 退休金1870元 离异住房面积64平 一般一般一般 一般 还可以吧 咱们个啥的都还可以 今天就把那个叔叔和阿姨 觉得摩尔山也是因为就是 阿姨平时喜欢登摩尔山 然后喜欢登山啊 嗯 然后叔叔呢也特别喜欢的运动 没事的时候也愿意出去溜达走的 所以今天我觉得就是在这儿咱们正好见起来吧 也边溜达溜达完可以了解一下 那个是河楼拔夹子的 你拔夹子的啊 完了今年59 59 退休好几年了 但是工资不高 电影局工资都抵开1800块钱 我家在这个网通小区 东南小区的南车 南车那边有个人民路嘛 人民路的这个过往到南 那是网通小区 你家房子那么大呢 嗯 九十多平坦 九十多 两四一天 嗯 三老 四老 阿姨家多大 我家选六四 你家中间户外边 我一带园的东西车 那是一带园的西车 一带园的西车 我那儿有个小孩是东车 我楼 跟女儿挨着 挨着 那挺好啊 天天做饭就去吃呗 她现在搬哪 搬那个四中跟下 离远了 看那个啥 在楼上楼下多好 我妈做饭了 咱爸爸上来吃饭 孩子在那边上学 你进路子 搬四中跟下 这眼看着叔叔阿姨聊得挺好 高阿姨也主动开始谈起了 上一段的婚姻 我家孩子 他爸就是有外遇 我那我就说啥也不离 他都非得要离 再跟他同学 我那儿有小孩 他非得要离 我说不离 后院法院就 起床了好几次 法院就来做我调节工作 阿姨又想到你起床了 因为有孩子嘛 不是考虑大人到无学而已 考虑孩子嘛 我说我先找个死团 死团说啥意思是 掌柜的是死的那样的 没意义的吧 终究是起来以后 总感觉到心里有那么 有那么坎是什么 总感觉有东西 那你这个跟这个 你这个老前妻分开以后 现在有联系吧 还有吧 那有孩子 有孩子怎么也有点联系 我是不会那联系 还有孩子在中间 怎么有一点关系 基本上 嗯 没联系 伤心 那时候也社税也小 女儿也没结婚 完了也不想找 因为我现在也处 就算是处了两个男人吧 都背叛我 就是说对男人 你说挺伤心吧 完了不想找男人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能生活 我自己男人自立 就是 反正就是说 男人对我来说 对我伤害 很很大的 就是说 曾经遭受了两次打击的高阿姨 当时也是被伤透了心啊 所以啊 如今对待感情 更加的认真 平复好的情绪 继续刮银也继续问起了自己关心的问题 你能开多少钱 我公主少 两千 两千块钱 两千 你在哪儿退休啊 我以为他 他花了忘了 我是在这个 年纪一般的都来多吧 他不用问我 开多少钱 我开两千了 人家开那么点 人家也开的 我是开两千 我跟他说我又开两千 他说我就这么说 那女的 奔钱 你们都找 女的现在就这么说 80到90都是奔这个钱 可能他感觉不愿意说话 是吧 不许是呢 我说了一大堆 他说了那么多 我都给接着了 他也没说 还得我问 我问他 开工作 开楼草 两千块钱 他们说不 他们说不 他说不解的 他是在考验我 他说 开两千钱 看你们那个 头头 这鱼鼠对于工资的问题 有所隐瞒 主要是害怕 是奔钱来的 这鱼鼠 老是芭蕉一辈子了 再加上老伴去世后 自己一个人生活久了 便养成了 小心 谨慎的习惯 这说着闹着 终于爬上了这茂山的山顶 哎 鼠 这沿街 茂山山顶 风也太大了 都是晃的 是晃的吗 晃 今天有晃 这个最高点嘛 你看那个信号的 它这个飞机会都不过说 它有那个信号 最高点的 一到山顶啊 这鱼鼠和高阿姨决定 来合掌影 等一下 咱好不容易一起笑来的 三 二 一 茄子 笑一个 笑一个说 我觉得自然是这样 一 二 三 哎 真挺好 其实啊 来到这茂山更是因为听说 这茂山有一个缘分塔 对着它许愿特别的领 一相信在这祈福的时候 是许愿就能领的是不是 那快许个愿吧 哈哈 我许的愿我就说的 那个要我平平安安的能找到我趁心如意趁难去 所以你信不完是吗 对着想着我 才有不信 你相信在这祈福的时候 是许愿就能领的是不是 对着想着我 才有不信 本来想着借着这个缘分塔 增加双方的热乎度 没想到啊 这高阿姨和余淑 还是如此的拘谨 所以红娘决定 让他们两个自己聊一聊 谁犯出现上这个节目 都是实言实义的啊 要不你看他们从 从那个基林那边老远来过来 你看我来给拆认这些事 他们也不容易说不 对啊 辛苦 他们去的也不容易 所以咱们俩也是这样 我的想法就差了这个点 这个事情 通过两个人单独的交流 看来呀 两位已经自己有了自己心中的答案了 双方也互相留下了电话 决定再深度的了解一下 最后啊 余大哥说 他还是希望能找个丧偶的 因为他担心离异的 容易和前任偶断撕裂 这一下子呢 就让我想起了 在平台上有一些离异的大哥大姐 特地给我们表明 就是不想找丧偶的 说是担心 对之前的老伴念想太深了 没法走进心里 其实啊 我觉得 关键得看人呢 看性格合不合适啊 脾气对不对撇子 能不能彼此坦诚相待 但这哪是一眼两眼 就能看出来的呀 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 说白了呀 还得靠处啊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原来不晚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